- 各位歡迎來到本週的馬克西餐 嗨 我是馬克 而且我今天有一個很好的預感 我覺得我今天會很快速的把這些信件給解決掉 那找到我就拿更多進來了 我還有點就是意思意思拿幾封這樣 那我忘了帶英靈欸 我一打開就嚇了一跳 我一打開就看到四個小朋友對我笑 他們看著地球 笑得你發毛 我的天啊 海報 天啊 一開始第一封就是個一千塊是個好兆頭 我是個長期潛水的聽眾 我要來說說我的初戀 我希望這封信能夠起到一些警示的作用 我和我的初戀W先生 我們就說王先生吧 王先生 是在網路上認識的 那是一個網路剛新起的年代 上網前等忍受數據機發出的噪音 怎麼最近數據機一直在生活當中啊 有時候你不覺得這就是很巧合嗎 就是在上個禮拜我們一直講一直講 然後我又接到了吳卓元的就是新的計畫 看他的然後就都在講數據機 現在我們又 講到數據機 連上以後還不能打電話 速度只有緩慢的56k 那一年我小學四年級 我們是在一個聊天室認識的 這個聊天室大家知道 學夢園 對 在那個網路的年代就是有聊天室 大家在上面用文字聊天 有點像我們現在的 還要想說我的那個名字 我的顏色要用紫色嗎 還是藍色還是白色呢 我們的暱稱都跟海底生物有關 所以臉蕭為的時候很快的熟識了 我們就互相留了mail 就常常通信變成筆友 內容通信的內容我已經不確定了 不記得了 斷斷續續聯繫了幾年 從mail進化到ICQ 升國三的暑假 我得到第一支手機 我就給了他我的電話 平凡的聯繫讓我們對彼此 0928 你在說什麼 誰啊 平凡的聯繫讓我們對彼此產生好感 國中時我正直叛逆期 是人人眼中的小太妹 W說 我希望可以把你的人生導向正軌 從此成為一個更好的人 殊不知 把我人生弄歪的就是他 渣男訊號1 用深情的聲音 眼神告訴你 我要改變你 讓你成為更好的人 所以你要聽我的話 我們很快開始交往 W是南部人 然後一個人在新竹念大學 我們就約在台北車站見面 在那個沒有數位相機的年代 其實我們兩個都蠻有種的 完全不怕遇到恐龍 第一次見面 他就吻了我 然後帶著我跳上火車 回到新竹他住的地方 蛤 打炮 蛤 他那時候不是高中生嗎 Yes 渣男訊號2 第一次見面 馬上全雷打 打炮的時候 他說他不想戴套 因為我想要完整的你 什麼啊 渣男訊號3 不戴套 並用各種言語 哄騙你 讓他中出 例如也會講 喔 我事後再買避孕藥給你吃 蛤 於是我便開始了我的外送人生 只要週末有空 我就拿出我僅有的零用錢買火車票 從台北坐一個多小時的區間車 去跟他打炮 為了滿足他的幻想 他會帶我去各種奇怪的地方 海邊 電影院 百貨公司樓梯間 公廁 甚至公車上 即使我說不要 他也會一直上下騎手 甚至硬來 更別說他幾乎都不戴套 因為戴了沒感覺 而當時無知的我居然就這樣 讓他到處上 真的是不堪回首 小朋友請不要模仿喔 在這個到處都是監視器 人人都有手機 可以直播 可以拍 都是狗仔的年代 什麼雞毛蒜皮的小事 都能上爆料公社 上新聞 真的耶 當年可沒有智慧型手機 也沒有爆料公社的呢 接下來 渣男訊號連發456 常常不顧我的意願印象 而當時我 以為這是他愛我的表現 就連生理期 他也不放過 五 永遠都是我去新竹找他 偶爾他來自台北 我就要感恩戴德 六 我花光自己所有的零用錢 買車票去給他上 回台北後 還要自己買 事後避孕藥 吃得我驚奇大亂 好爛的一個人喔 王先生真的很糟糕耶 交往大概半年後 我發現我自己懷孕了 王先生非常有擔當的拿出了墮胎藥給我吃 並且告訴我說 我妹曾經墮過五六次 之後還是繼續懷孕 所以不會對身體有什麼影響喔 然後呢就告訴我說 我花了幾千塊 是請我妹妹幫我拿藥的 渣男訊號七 墮胎對她來說 如同家常便飯 難怪她不帶套 女孩們 請你們一定要愛惜自己的身體 我知道這個頻道有很多傻女孩在聽 所以才寫出這封信 希望能夠點心你們 我永遠記得那一天 我帶著藥 躲到閨蜜家 吃下去以後開始腹痛如腳 我躺在閨蜜的床上痛得死去活來 冷汗直冒 嘴唇發白 閨蜜媽媽差點想要叫救護車 還好閨蜜告訴她說 喔沒有啦 她只是驚痛 然後阻止她不要 如果你們有興趣 我下封信 在仔細描繪當時的心路歷程跟生理狀況 我怕我寫太多 有人會按下不喜歡 唉 閨蜜真的是好朋友 雖然嚇得要死 並且臭罵我一頓 但還是幫我掩飾 渣男訊號八 嗯 墮胎的時候她不會在你身邊 更不會幫你坐月子 長大後我才知道 墮胎或小產也是要坐月子的唷 嗯 之後我繼續過著我的外送人生 我們前後交往快三年 這麼久 某一天她在MSN上面問我 我們是不是越來越像朋友了 那個時候 我們大概有一兩週沒有聯繫 可能也有一兩個月沒碰面了 我對外送自己的興趣漸漸減少 也發覺自己對她其實沒有什麼感覺 於是我就回答說 是 渣男就說 那我們當朋友好嗎 我說 好 兩天後我就發現她交了新女友 但我卻一點也不驚訝 還好當下已經對她沒什麼感覺 所以也不太傷心 直到現在我依舊無法確定 自己到底是被劈腿還是無縫 反正那也不重要 你以為故事就這樣結束了嗎 後面還有翻外篇 過了一陣子我電腦壞了 她說 喔 你可以把電腦搬去給我看啊 就是 王先生 王先生叫我把電腦搬去給她看 王先生是想要再跟你來一次吧 於是我就扛著主機 從台北坐火車到新竹給她修電腦 天知道我當時發了什麼風 她拿出一條項鍊 戴在我脖子上 並吻上了我的唇 那是我們最後一次上床 做完後她看著我的臉 然後跟我說 其實我記不太起來你長什麼樣子 什麼啊 我說真巧 我也是 渣男訓號9 有女友 我好像賞她兩巴掌喔 還是邀請前女友去她家中 當然接受邀請的我也不是什麼好鳥就是了 然後我們就再也沒有聯繫了 多年後的現在我回想起我的初戀 只覺得我真想撞牆 也許那根本不是 先要拿她的頭去爐牆吧 也許那根本就不是什麼初戀 只是第一個砲友也說不定 當時她曾經問我說我們愛過嗎 我的回答是愛過 年過三十後我再次回想 十五六歲 不是 十四五歲的自己真的知道什麼是愛嗎 現在我只覺得當時的自己真是有夠愚蠢 也非常後悔自己的第一次給了一個渣渣 青春的記憶是由各種滋味交織出來的 但不要像我用這種傷身的方式 讓自己成長 任何時候都要記得保護自己 尊重自己 把自己放在第一順位 記住歌唱說的 你很棒 You're awesome 把自己放在第一順位 看來今天一開始我就要cue我自己的歌出場囉 顧好自己 PS 除了第一次以外 每次的事後避孕藥我都得自己買 當時是國中生的我 錢都拿去買車票了 哪有錢買藥 某次發現我家附近的藥局 賣的事後避孕藥只要八十元 超便宜 之後便常常光顧 很多年後我在某藥局看到一張海報 上面寫著 如何分辨叉叉叉叉的藥品真味 並附上真藥跟假藥的圖片 我才發現我當時吃的超便宜避孕藥 其實都是假的 What the fuck 她是警示小妹 寫於一個失眠的夜晚 我真的很想抱抱你 然後雖然我覺得沒有因果報應這件事情 但我真的很希望王先生 他會有一些很糟糕很糟糕的報應 在他自己身上 為什麼要很糟糕的報應啊 為什麼就不直接就是他出門就死掉就好 就心臟麻痺而死 心臟麻痺還便宜他了 沒有沒有 現在就是再重新想死亡筆記本這一件事情 你就會覺得死亡筆記本 就是讓每個人都心臟麻痺而死 其實是對世界一個很很乾淨的一個方式 就因為你說 我覺得那對他來說太好過了 沒有沒有 你要他難過幹嘛呢 你要他難過沒有沒有道理 你就讓他死掉 就是讓這個世界少一個敗類 就很棒 那我也要他難過之後再死 不是那個難過會有其他的涟漪效應 因為你知道痛苦他是會傳染的 你當然讓一個人難過 你很難講 這個他的難過會害到什麼其他人 你讓他直接心臟麻痺死掉 一了百了 什麼事都不會有 很棒 討厭王先生 敬歌謹宋 敬歌謹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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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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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欧马克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之后某次欧小柔跟我还有另外一个知心好友 在摩斯汉堡大聊他跟弟弟的姓氏 因为欧小柔觉得他们有点太over 所以决定来跟我们分享 就是他跟弟弟曾经一天内打了十次炮 十次怎么可能 真的假的 你那个弟弟是怎样五秒钟就射吗 十次欸 插进去 要来了 你不要做动作 你怎么看不到 就这样一次一次了一次一次了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要念性 念性就是CD让他平复一下 平复一下 然后等一下就可以开始 还是他这样求两下求两下也算一次 男生很好算次数啊 男生的次数就是你射出来那很明确的一次啊 十次欸 对啊 还是弟弟他就是都只是算插进去 插一插插一插说 嗯好了把他出来不完 我们等一下再继续 一次 哦 他是算就是 有可能 间隔的被侵入的时间这样子 我们就问欧小柔说 十次你们不累吗 他有射出东西吗 然后欧小柔回答我说 到后面真的射不太出来 我的老天鹅啊 母胎单身一被点穴进来 一天十次 欧小柔说 弟弟常常自己说自己性欲很强 觉得跟欧小柔做爱不够 还要去外面找 但弟弟又说 哦 我只是想啊 不会真的去啊 可是这就让欧小柔很伤心啊 不止这些 我跟L 越来越觉得这个弟弟根本就是变态 弟弟甚至来说 感觉每次打炮都是一样的SOP 有点越来越无聊 好希望有人在旁边看我们 感觉会比较兴奋 我是觉得齁 男生再怎么色 你可以脑袋自己幻想就好 你每天讲这些真的很不尊重女生 他应该是真的想要 他也不是讲讲 他应该是真的想要三批啦 对啊 然后你下次你就带一个壮汉来 壮汉给他看 就管长在旁边 对对管长在那边 应恨 哈哈哈 我们就是强 猛 看你弟弟 十字 硬不硬得起来 館长盯着你的老二看 管长盯着你的老二看 管长盯着你是不是校长 欸 欸 做爱的时候请管长在场 蛮嗨的欸 我想盯着你你硬得起来吗 我绝对硬不起来啊 那法拉利姐盯着你硬得起来吗 不行啊 法拉利姐也不行喔 张淑金也不行都不用 你怎么我根本 都不用 我没有想到的啊 好不好都不要 我没有 这些人都不用谢谢你 我没有想到张淑金啦 啊 然后甚至啊 弟弟还要求说 想要拍他们两个性爱影片 哦 安对安对 让我无言的是 欧小柔竟然也答应了 但是欧小柔觉得 之后这样好像不太好 就叫弟弟把影片删掉 亲眼看到他删掉 他都上传到云端了啊 对 很多男生是这个样子 直接到云端去啊 很多男生都这样 而且我还看到很多 男生在sex版这样发言 在推文 然后还沾沾自喜 所以他们都没发现 我直接上传到云端 不是 他们是说 哦就是我都会尊重女生啊 我都会在她面前 就是把影片删掉 然后后面括号说 但是我的账号 是直接连到云端的 就是那种很贱的 就是那种 就觉得自己很聪明 比较高人一等的感觉 真的很激巴 各位现在有云端好吗 希望就是讲这些话的人 也是心脏麻痹而死 马上立马现在 我们的死亡笔记本 可能要跟磁海一样厚 我们死亡笔记本上面是用那个 不然就是我的字 名字都要写得非常小才够用 上礼拜是弟弟的生日 party办在夜店 L也有去 我没去 party隔天 L很紧张的跟我说 他们昨晚喝很多 L就跟欧小柔 还有弟弟回他们家睡 结果隔天一早 第一个闹钟响的时候 L半梦半醒的感觉 自己闹钟被关掉了 但是他感觉到 自己的被子被弟弟掀开 然后弟弟摸了他的腿 但摸了一下就盖起来 他很害怕 就继续装睡 结果弟弟跨过他去找欧小柔 把欧搖醒说 欧想做爱 但欧小柔喝太醉了 也很累 就说不要闹啦 他朋友就在旁边 不要闹啦 我朋友就在旁边 就是符合他想要的 有人在看啊 L就说 后来欧小柔就把弟弟带去厕所 很快的又回到床上 继续睡觉 L说是超快 是超快喔 所以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干嘛 看来弟弟的十次 应该就是超快吧 Yes 然后第二个闹钟 这个时候响起了 L就趁机假装惊醒说 我在赶时间我要回去了 结果弟弟就送L下楼 坐计程车 等计程车的时候 弟弟还问L说 昨天在夜店啊 有没有人想要对你怎么样 L欧想说 干你他妈的 不就是你想要对我怎么样吗 之后 L一直跟我挣扎说 要不要把弟弟摸他腿的事情 告诉欧小柔 而且还有一点很夸张 就是听欧小柔说 弟弟觉得自己有躁郁症 一下说自己躁骑 所以很暴躁 就连续好几天没睡觉 整个人像疯子一样 讲话会莫名的大声咆哮 弟弟是不是嗑药啊 一下说自己是预期 会头痛 肚子痛 毛病一大堆 弟弟是没有药啦 所以 所以我跟L都觉得 他男友不仅是个变态 也是个疯子 雙面人 希望欧小柔可以离开他 昨天呢 趁欧小柔放假回家 我跟欧小柔约出来 家里面附近的公园 我跟她说了 L被弟弟摸腿的事 还有在夜店 弟弟也搂了好几次 L的肩膀偷吃她豆腐 还跟别的女生要LINE的事 欧小柔很震惊也很害怕 不想接受事实 欧小柔觉得以弟弟的个性 会不会是想要三批 然后 欧小柔就在我旁边 打了电话给弟弟 直问她 马上打电话直问 弟弟一开始不承认 一直说 我没信向啊 我不记得了 之后反复了几次以后 两个人吵到挂电话 又打来 又挂电话 又打来 又挂电话 最后欧小柔问了一次 你到底有没有摸我朋友 好 弟弟在车车说 好啦有啦 于是欧小柔就暴哭 对着电话跑去 你那些炸东西 你这也很炸 连我朋友主意都打 欧小柔的骂声 大道公园运动人 都转过头来看我们 嗯 好有画面喔 诶 就是我们那天 在大安森林公园 看到那个 游泳 第32招 游泳工 预备 开始 1 2 3 6 7 8 诶 白痴 连狗狗也是盯着我们看 好 然后欧小柔就对弟弟说 你滚出我家 我要跟你分手 就挂了电话 抱着我哭了很久 其实欧小柔近期常常跟弟弟吵架 因为弟弟常常会跟别的女生聊天 还有躁郁症的原因常常吵到闹分手 哭了一阵之后 欧小柔还是说 可是我还是很爱她 我不想分手 我对不起L 也对不起你们这些陪我的朋友 之后欧小柔就开始连续一整天的鬼打墙 跳针 一下觉得弟弟很脏 自己怎么会有这种男友 一下觉得自己放不下 还是很爱她 明明平时又对她很好 可是为什么要做这些奇怪的举动 我还跟欧小柔讲了 马克星向很多女生来信 写说自己爱上渣男的故事 但其实我知道 我们这些朋友说再多也没用 傻女孩就是傻女孩 她一定要真的踢到铁板 抓肩在床才会被打醒 或是可能永远不会醒 没错 她永远都不会醒 抓肩在床也不会醒 但这是她自己的命运 她自己的选择啦 果然隔天 她想在你朋友旁边上你耶 对啊 这个很 对啊 对啊 可是就是 我不知道为什么女生这么傻 就还是会为自己的男友说话 辩解 对 她只是想要新鲜感 甚至有人说 没关系 因为她是我朋友 所以没关系 什么啦 很可怕 我觉得大家真的要 醒醒 有时候你跳出来 想想 今天如果你不是你 假设今天你是 我跟你说好了 我跟你说 我那天就是跟我朋友在一起 然后我男朋友明明知道 我朋友在我旁边 还硬要跟我坐 你会觉得我男朋友怎么样 对啊 就是你今天跳出来那个 你以第三人称来 复述一下自己的故事 你就会知道了啦 果然隔天如我所料 她们复合了 复合得有够快 弟弟坐车来找她说要当面谈 没想到弟弟是来说要分手的 结果是欧小柔说 让我们再试试最后一次 我不想分手 大概就是这样 欧小柔后来跟我们几个朋友 我道歉 是我们陪她听她抱怨 给她意见 可是她还是放不下 我们也懒得跟她多说什么了 感情本来就是两个人的事 欧小柔说 之后我失恋了 可能还是会来找你们哦 我就说 希望你能够多爱你自己一点 不要变得跟弟弟一样 最近因为女友加班 没有人陪 很寂寞的 小蝴蝶 唉 难道我的歌 又要再被Cue出来一次了吗 再一次 顾好自己 这封信呢 来自于曲曲 然后今天是她在冲绳的第三天 她在四月即将用热血的日子 遇上了封面 虽然是第三次来冲绳了 但是这个天气让我觉得 冲绳怎么变得那么陌生 我是习惯一个人旅行的 后来冲绳也是因为某一次假期 买到了便宜的机票 所以就变成我一个人去冲绳 不停的旅行 当然一个人旅行还是有无聊的时候 所以我都会准备一些书啊 或是乐子 但最无聊的时候 是吃饭的时候 虽然吃到美食很棒 就是烤肉啊 居酒屋啊 可是她觉得吃饭 可能还是人跟人之间的互动吧 就一起分享美食会比较开心 但基本上我还是很享受 一个人的旅行的 跟你们分享 这封信呢 诶 又有钱 今天没带英灵 反而钱有够多耶 不得了 它有一千元日币 一千元日币上面这个是谁啊 福泽玉吉乱讲的 送给你 野口英式 然后呢还有十元的美金 天呐 好 这是健忘村的Abby 马克姓湘 初出道 现在人在十元岛开回基隆码头的 游轮甲板上吹着海风 写着明信片 这一趟的游轮旅行 完全是在听了某一天下午 马克玛丽 可以去游乐场玩吃饺子老虎跟丢牌小肚一起 然后基本上呢嘴是停不下来的 因为有24小时不间断的餐厅等着喂你 觉得吃太罪恶的时候也有很大的健身房 能够面对的海跑跑步消耗热量 天呐听你这样讲让我有点想去 可以在船上打球呢 如果你不怕烈日的话 我觉得在船上打球 然后你旁边就是大海 看起来蛮妙的 除了第一天因为天后不佳 海浪大到把我晃晕之外 其他天呢都适应得很好 航程途中呢有到冲绳 短短8个小时不到的文化探索 写拼行程 还有十元岛上面 坐着喜欢唱冲绳民谣的可爱阿伯的 车还岛爬爬爪 阿伯整趟路程都很热情的 跟我们介绍十元岛 好棒喔 无奈我跟妈妈的日文程度 只有婴儿等级 只能用最诚挚的笑容搭配 连移连续记 连... 连移连续记 这太好笑不能整 连移连续记 里面的 サシスセソ 简单的单词来回应阿伯 SASUKA SASI 知らない SE SASIS SASU SUGOI SASI 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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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餐厅 到底是十元岛还是十环岛 我都念十元岛 十元牛餐厅大蛋了 大家都说没吃过就别说 你来过十元岛的十元牛 快乐时光过得特别特别快 本来是想要在甲板上 看着跟着海浪摇晃 一边好好思考人生的 但是我的心似乎还停留在 刚刚的十元牛餐厅 好软 好软 真不想回台湾面对软烂 又一事无成的人生 好像没有听过玛丽 分享自己的邮轮行程 玛丽觉得如何呢 我记得回来我讲了蛮多次 有人问我就会讲 是哦 因为我怕讲太多 大家也觉得很烦 如果能够忍受不断在身旁 穿梭的大妈的话 甲板上也是有很多 漂亮的比基尼美眉哦 我倒是没看到 谢谢Abby Gallagher 0.38付上了20元 谢谢你 刚刚才从点点点试试 一周年的现场回到家 我只能说 Today is not my day 怎么了为什么 我刚刚在听马克信箱念信 听得入迷的时候 突然有四个字浮上我的心头 怎样 我想拉屎 我想起马克才说 这栋建筑物内没有厕所 可是因为我还想继续听马克信箱 马克念信 所以又忍了一下下 可是想拉屎的念头更强烈了 天哪 于是我站起来 越过穷穷人群走到外面 到了外面我心里想厕所在哪 对 内心狂喜的同时 使忍从50%到95% 我的大便现在就想出来 我用狂奔的力气 用我的全力往厕所冲过去 但是来不及了 它喷出来了 而且不是调的 是拉肚子 我拉在裤子上了 我完全的放弃我的人生 我的妈呀 缓缓的走进厕所里 一边清理 一边庆幸 还好今天我自己一个人来 不然跟我一起来的友人 就会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知道我的大便都沾到内裤上了 我想内裤就整件丢掉吧 后来我是将外裤 天呐你外裤也有弄到吗 应该是啊 因为喷出来应该会弄到吧 我把外裤清理好之后 没有穿内裤 就回去继续把马克星箱听了 你居然还 结束之后我想说 唉 在市集逛一下好了 对 没穿内裤的我去逛一下 就走来走去 而且我回到会场之后 因为中间有一段马克星箱没听到 回去之后变得有点听不懂 有点沮丧 后来我在市集内逛的时候 突然我又想拉屎了 这一次没有反应时间 我想说还好我知道厕所在哪 很有自信的往那边走过去 又来不及 但因为点点点刚结束 厕所大排长龙 What 我有点慌张 What 我就冲到外面的马路上 我说真的 我说真的 冲到外面马路上大人说 哪里有厕所 哪里有厕所 我想打变 我说真的 我真的想在马路旁 把裤子拉下来 拉在路上 可是 这真的是没有人性可言 躲在旁边那个树丛里面啊 这时我看到鞋对面的Seven 有厕所的符号 我决定往Seven前进 前进的过程当中 过完第一个马路 我又拉出来了 已经没有内裤了 这次直接在外裤上 对 这次没有内裤 使就直接 又缓慢的 从我的裤管 滑出来了 这个太难过了吧 我真的 真的 觉得人生 非常的绝望 可是你知道吗 更令我绝望的事情 在后面 我在Seven不外界 不是 因为屎从裤管掉出来了 我不想让路人看到 所以勒 所以勒 我跑起来 跑 没有 他从裤管掉出来 是说 掉在路边吗 就像刺激1995 哈瓦土嘛 他就是去散步 不是裤管 就一直抖土出来 但他抖是大便 他不能让路人 掉出来 所以就跑 跑起来 是的 我穿着一条都是屎的裤子 在民族东路上狂奔 一直狂奔到林森北路 我跑远了 跑到那个时候 我 怎么了 想尿尿 太难过了啦 我想尿尿 我憋不住了 其实都已经都是屎了 你就尿吧 我站在 你是不是像我 你是男生还是女生啊 我站在露宿的树穴上 就尿了 树穴上是什么 对我不知道树穴是什么 唉 路口有两间hotel 我带着一丝希望 走进其中一间悬问 请问有休息的方案吗 我至少想把自己弄干净 结果居然 没有方案 没有休息 怎么会没有休息呢 怎么会没有休息呢 对 怎么会没有休息呢 我只好拦了计程车回家 在车上 我觉得司机 一定觉得我很重 因为司机默默的把他的窗户打开 这一定要打开的啊 塞位啊 司机还觉得衰再到你了耶 但我也不敢好好的坐着 我只有把我半个屁股放在椅子上 对啊 到家之后 现在的我身心俱疲 我趁着我今日记忆尚未退去之前 把这些记录下来跟你们分享 我想跟马克说 附上二十块 可以请你下次半点去租一个有厕所 流动厕所吗 或是有厕所的场地 没有的话 也提前说 我会包尿布参加 天哪 真的耶 这封信实还是太难过了啦 他的屎流出来了两次 男生还是女生啊 欸我 他 我真的看不 这个名字 因为他的字 字像女生 对对 他的字很漂亮像女生 可是名字看起来又像是男生 或者是父母对他 期待是个男生的 已经先取好了男生的名字 他但他是个女生 怎么是个女生 这样子 Oh my god 可是如果是男生的大排长龙 应该不会那么的 女生的厕所大排长龙 会比较 久 对啊男生 男生大排长龙的时候 大号的厕所也是会挤满人吗 不太会吧 不管怎么样 我很难过 你的内裤跟裤子 都不见了 对 还带着羞耻心 但是 换个方式想啊 这是人生当中很难得的 羞耻经验 可是这个要 这个很值得 上台讲脱口秀耶 非常值得 很值得 全场都会笑的 就是不叮不搭 笑歪 唉 高雄的小C要来分享实验室遇到的事情 我们实验室去年接到一个计划 是检测空气中的病毒定性定量 去年的11月有测到一波高峰 所以那几天的样本呢 就一直测试 然后消耗得很快 某一天早上呢 硕班的学长和学姐跟教授跟meeting的时候 教授提到 诶 去年11月的样本 在检测别的项目的时候 学长就跟教授说 诶 教授那几天的样本已经没有了 没办法再做其他的项目 教授这个时候呢就说 嗯 很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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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带微笑 诶 上面这个事情哦 是学长转述给我听的 我听的蛮惊讶的 因为教授讲了这么酸的话还面带微笑 我之前呢也有亲眼见识到教授面带微笑的骂人 真的非常可怕 我觉得这是生气的最高境界了吧 你们有遇过像这样的经验吗 嗯 我遇见教授是不太多啦 很棒 也没有什么主管 很棒 很棒 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 如果是一个比较不敏感的人 真的啊 谢谢 他说 对啊我们真的之前已经做过很多实验了 很棒齁教授 哦你的眼神好适合哦 很pure对不对 对对对 教授是不是真的很棒 很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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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看你的眼神 我说不出一些什么话来 很酸的话是不是没办法 真的耶 每个人要练习微笑跟pure的眼神哦 这封信不晓得两位记得我吗 我是Ocean 前几个月有记了欧欧点点点给你们签名 但我当时好像叫丹尼 嘿 好这个名字是他的客户给他的 今天想分享他的旅程 因为他因为工作啊感情健康 所以他决定放下一切自己给自己一场毕业旅行 201607月我离开了我最爱的工作 开始专心准备出国的单车装备 单车是最简单的 因为我在相关产业工作 那就是露营装备啊 因为我不想要天天住hotel 所以就要买帐篷睡袋 锅具炉具等等之类的 买了很多之后9月份出发 这一次的旅程呢有四个人 第一在我们去了中国 从基隆港搭船出发 但我的运气很差 就是上船前我的鞋 在我上楼的时候硬生生断裂了 上船之后只好硬拿那个针线包 跟胶带补一补 到了厦门找了hotel安顿好之后 大家各自出门找资讯啊 买地图问路线 这一次同行的旅办当中 有人是长途旅行的经验 原本我想观察他的方式 熟悉之后再分开骑车 殊不知我跟另外一位伙伴C 在第二天早上就被嫌弃以后 你们动作太慢了就被放生了 但是我们两个菜鸟 也玩出了自己的一套模式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就是 一早你打开眼睛 然后刷牙洗脸 所用到的牙刷 一直到晚上的睡袋 这一整天你要用到的东西 都背在你的一台单车上 那会有多少呢 所以在中国的前两周 我都在调整我的马鞍袋里面的装备 还有心情的转换 毕竟一开始就被放生了 有点不太开心 在中国待了快两个月 也只去了三个比较大的景区 像是湖南的张家界 凤凰古城 还有云南的西双版纳 大部分时间呢 都是骑在路上 跟当地人搭讪聊天 或是被招待吃吃喝喝 或是睡在别人家里 但反正就是很自由的状态 说一些印象深刻的事情 近几年中国一直在修整国道 还有修建高铁高速公路 单车只能走国道 可是因为修整的资讯不足 导致我们走进了修整中的道路 整个地面都是挖烂的 而且还没有把石块给运走 所以呢我们在一些比头啊 比拳头还大的石头堆里面 骑单车骑了十几公里 震到身体都受不了 原本都是石头 但接下来就是变成烂泥巴了 两三公里的烂泥你就狂骑 路上经过汽车不帮忙也就算了 还会摇下车窗笑我们 当时觉得 还好他们苦苦哀求之下 有一台小货车 愿意在他们脱困 离开烂泥巴 他说中国虽然说好 那人的素养平均好像低了一点 环境好像差了一点 但其实好人是非常多的哦 至少他的途中都没有遇到坏人 他反观觉得其实台湾自私的人好像越来越多 不守规矩的人也越来越多 然后他这边在讲他搭捷运的时候 很不开心的事情 好下次再来聊聊其他国家吧 祝所有的典友们都可以梦想成真 在捷运上面有时候真的会 我前几天才遇到一个阿伯 然后他站在那个捷运车厢跟车厢中间 不是那边就是有说不能站吗 但我都会站那边 对然后因为那边人比较少 然后其实那边也还有一个杆子 是牵在那个墙壁里面 有小小一段 把手的感觉 还是让人就是可以抓个把手 然后那个阿伯就站在那边 然后他从头到尾呢 呃我觉得他应该是有一点生病啦 就是精神有点状况才对 反正他就是两只脚站着 站着以后他手完全不碰任何东西 就是可能洁癖或是觉得不想碰脏或怎么干嘛 可是呢就是当下一站到了以后 就有人要进来 然后要抓那个把手 就是人手就一伸过去的时候 阿伯马上说 打他手 他没有打他不碰东西 他怎么可能打人家手 他就说 欸不好意思喔就是 这边是我先来的 这边是我站的 啊你如果站在这边 我会没有位置站 我就想说 What the fuck 我转头看了一下说 老哥你位子很大啊你 这样子 后来又到了下一站 下一站人就更多了 就是更多人涌进来 涌进来以后呢就是 有两三个就是高中美眉 國高中美眉 然后就已经蛮靠近了 越来越靠近他的时候 你知道那个你就看到 这位阿伯他就 有点就是警戒 就想说你们不要再过来喔 你们不要再过来 你们如果再过来一点点的话 我等一下可能就要出声 告诉你不行咯 好 接下来下一站 那个国中美眉要下车了 啊因为你在 在两个车厢的中间嘛 嗯 所以美眉他可能觉得 另外那边的那一个门 比较好下 对对对 离他要上那个手扶梯比较近 他要走那边 可是走那边就要通过阿伯 嗯 阿伯你知道这时候做了什么事情吗 什么 他故意背对 然后就是脚跨比较开 就是 你不可以过 You shall not pass 怎么可能 对就是这样 很明确的用身体 肢体表示说 现在这个区域就是我的 没有人可以通过 啊 然后美眉就是看到 看到他们 他们可能也没有想什么 他们只觉得 喔那这边不通 然后他们就又走原本的 嗯 我就觉得 嗯 就是 蛮多很奇怪的人 可是他应该就是生病了 当然就是你要跟他吵 也算了啦 会弄得你自己一天不开心 因为对他来说 那就是他的世界 就是 他的世界认为 先到 先战 先赢 这就是我的 然后这个地盘就是我的 是不可侵犯的地方 嗯 你也就不需要去挑战一个 金杖 还有他自己的 对对对 金杖整的领域这样子 我是上次由协星来的 金鱼plus1 金鱼加1 这一次呢 我是要来说 我听到了 有一个人说他的老板很小气 就中二仆妹啦 哼 说什么老板娘加薪加500块 还年终分两次给那个 我真的觉得太扯了 虽然我没有到那么惨 但我还是想要小小抱怨一下 大学毕业的时候 刚出社会的我 刚刚跟前任分手 我就一心一意的 想要赶快找到一份工作 来填满自己的生活 好让自己不要一直想 那个不适合的前男友 很幸运的我找到了一份工作 公司不大 员工只有两位 就是我跟另一位 待了20年的同事 H 剩下就是老板和老板娘 好我的工作呢 在柜台接待一些来报名的家长 整理一些公司的行政资料 当然也要帮H 准备他上课的材料 打扫环境 然后负责点名之类的 看起来好像很容易 但其实事情多大都炸掉 重点人物来了 就是我们老板娘 他的人其实没有不好 就是个性有点怪怪的 然后时间观念也怪怪的 他很喜欢把一堆工作丢给我 当我在做他第一项的工作的时候 他会突然要我去做 他现在要做的第二项工作 我就放下手边工作 去完成他要做的第二项工作的时候 他又会突然要我去做 完蛋了你被他牵着鼻子跑 第三项工作 那就这样我就必须要 一直割下手边工作去做 他觉得现在比较重要的工作 到我下班就问说 诶 那你第一项做完没啊 我就笑笑回他说还没啊 心里想说你一直打断我 我怎么可能做得完 他就会用一种 你怎么摸东摸西手脚 那么慢的感觉看着我 但是他工作交代给我 又没有办法拒绝 每次都笑笑说 好 所以Edge有一次就跟我说 诶你EQ很高诶 都没有看你生气 唉 我当然没办法生气啊 他就老板娘 难道我能说不 气死他我也不用活了吧 然后老板娘还会管我们 上班的穿着 老板说 上班一定要穿有领子的衣服 不能染头发 不能穿拖鞋 好这一点我有点认同 不能擦指甲油 不能放流行音乐 上班只能听古典乐 好这个我没什么排斥 可是指甲油 诶 我是女生 我想漂漂亮亮啊 诶你不能接受他不准你擦指甲油 可是你能接受他不准你染头发 嗯 因为染头发可能会觉得 可是我可能是染咖啡色 不是啊 我不是染一些很怪的颜色 那不然的话 就是合约或工作守则 叫明定说 不可以染鲜艳的颜色 啊 因为你说染头发 可能很多人想说 哇你不要染一头金发 看起来很叛逆很暴走足 或染一头就紫色太潮 之类的 因为感觉他们是要对小朋友招生的啊 嗯 就是小朋友说 哇那个姐姐好奇怪 好酷哦 嗯 但是不能擦指甲油 我就觉得我要叛逆一下 我心血来潮 我就涂个指甲油 我美美的去上班 一进公司 Edge看到我说 你涂指甲油啦 好夸张哦 我就说对啊开心 诶说 我不知道老板娘会怎么样哦 她好像不太能接受哦 我就有点惊讶 那我心想说啊我就涂了啊不染咧 不染你要干嘛 你要拿卸光水 叫我把它卸掉是不是 结果在工作的时候 真的就被老板娘看到 她忽然一把抓起我的手 好美啊 瞪大眼睛 用有点高的分贝说 你你你涂指甲油 我就笑笑看着她说 对啊 然后她就抓着我的手 把老板叫我说 你你你看她她她的手 老板是个艺术家 我当时心里想说 诶 在这么有艺术气息的地方工作 老板又是艺术家 他不会连这种东西都不给用吧 你还真的上艺术家 艺术家不都有一种特殊个性 又爱好美的事物吗 诶 说不定艺术家就是特殊个性 他说不定就是很讨厌 想看到指甲油啊 太怪了吧 老板看了以后淡淡的说 唉你们女生就喜欢图这些东西 可以啦 诶真的还 耶 还需要她允许欸 可以啦 这个时候老板等于松开我的手 不太高兴的说 嗯老板说可以就算了 但是你身为老师 我觉得你还是要注重一下 不然小孩学了这样不好 我笑笑说好 什么地方啊 我猜是画室啊 画室会 管柜台人员 嗯 但心里暗爽了好多下 嗯对啊 到底为什么老师不能涂指甲油 从此我就光明正大 每个礼拜换不一样颜色去上班 但是我看得出来老板娘其实不开心 但她没辙 这个工作我做满一年多就换了 我现在还是有跟H联络 偶尔还是会听她抱怨一下 好的 金鱼加一 谢谢你的来信 这是什么二十块啊 哎 看起来 滑滑的 是澳币吗 很有可能哦 废话不多说 随性附上刚从墨尔本赌场 Crown Casino 迎来的二十元 好棒哦 最近刚从塔斯玛尼亚小岛 结束打工 跑来墨尔本度假 行程除了跑到 这是什么 Santakill 什么岛 Sant什么的 看免费的小企鹅龟巢 还有去各大奥类 shopping mall 巡礼之外 剩下的时间就是无尽的放空 还有品味各式各样不同风情 来自不同国家的帅哥 虽然呢也有很多次被搭讪邀请 然后共展夜晚的经验 但都因为我太害羞 临门一脚喊停 希望下次写信的时候 我可以有所突破 分享我跟法国小可爱的进展 另外在澳洲这些日子发现 这边酒水真的太便宜了 party又很多 让人酒量越来越好 也跟朋友chill的时候了解大麻 tis not bad 下次再说咯 来自于小G的信件 我是代驾小资女M 我要分享这两周做的糗事 糗事一 在一个夜黑风高的夜晚 我和交往五年的男友 一如往常的准备关灯上床 准备隔天要上班 因为我过敏体质 睡前都会全身发痒 我一如往常东抓西抓 抓完再拿日本止氧液来涂抹 心想这样就会凉凉的 很舒服的进入我的美梦 但事情出现了变化 我涂完三十秒 我就觉得不对劲 开始跟我男友说 我屁眼好凉喔 屁眼 男友一边语带惊恐 一边想要让我不要把注意力 集中在屁眼安慰我 但是我逐渐的失去理智大叫 屁眼好凉喔 好痛太刺了啦 比吃麻辣锅还痛 男友陆续帮我想了几个方法 希望舒缓我的不适 一开始先用卫生纸 把屁眼上的质养液给擦掉 你在擦的多深啊 等一下等一下 这一封信他除了杏纸以外 还附上了一张卫生纸 一张卫生纸 干这不会是你擦屁眼用过的吧 屁眼卫生纸 你为什么要附这个啊 哈哈哈哈 没用 男友又拿了冰块 帮我冰敷屁眼 一分钟左右 我就抢来说 我自己冰 太慢 太修正太慢发作了吧 又冰了一分钟左右 我真的觉得 屁眼要 屁眼要冻伤了啦 想要结束冰敷 但是呢 又懒得走出房间 把冰块拿出 这一集的标题 会不会是屁眼冻伤 又懒得走出房间 把冰块拿出去丢 因为房间里面垃圾桶是竹楼的 没有办法存在议题 所以我是想了0.5秒 我就把剩下的冰块 丢进嘴巴里 屁啦 丢进嘴巴里的瞬间 我看见男友 像复活的僵尸 原本已经闭着的眼睛 刷 一下子张得好大 然后一边崩溃说 你怎么 你怎么能 怎么能吃掉 冰敷过 屁眼的冰块呢 一边用双手 敲开 这种人都可以交到男朋友 为什么我不行啊 哈哈 好可爱哦 什么啊 一边用双手 敲开我的嘴巴 把冰块拿走 又过了一分钟 我屁眼还是很痛 男友就叫我去把屁眼上的质养液 洗掉试试看 结果还是没有用 最后我们只能采用物理治疗 就是 我像青蛙一样的趴在床上 男友把他的肉棒插进去 填你屁眼哦 哪是在你自己家的 你又知道 废话 然后我像青蛙趴在床上把屁股撬高 男友在后面 帮用嘴 吹气哦 吹我的屁眼 没错 什么啦 用嘴吹 一方面觉得好羞耻 一方面又觉得 涼涼涼的 没那么不舒服了 呵呵呵呵 我男友真爱我 你男友真的对你很好耶 呼呼呼呼 就这样结束我羞耻的一晚 让我学习到 以后不要在太嫩的地方 乱涂刺激性药物 Fuck 怎样 以后不敢了 嗯 Fuck Fuck什么啦 你是觉得怎样 我 我这么可爱 不值得交到男朋友吗 可以 我真的觉得你 好幸运 又幸福 我是代嫁小资女 M 这封信来自于松饼 我最近在安排 要去韩国自助旅行 我要跟我高中同学一起去 但有时候我真的是 蛮受不了他的 比如说呢 那个时候 我们要订基加酒 他就说 诶 我阿姨 他朋友在旅行社上班 可以问他价格哦 我就说 可是有些基加酒会 比别的地方买的还贵 所以要多看看 对啊 还是要比一下哦 我有问我阿姨 叫阿姨 问我旅行社的朋友了 哈哈哈哈 我就说 那阿姨说什么 怎样 不知道啊 他说问完再跟我说 我就问他说 晚上的时候我就说 那你阿姨跟你讲了吗 还没耶 可是 我阿姨朋友说 他去韩国的时候 是住台湾人开的地方 可以传给我看 你看看 那个旅行社好像还没问到 还是我明天问我妈 因为我妈帮我去问我阿姨的 还是我在问我妈 隔天晚上 我又问说 你阿姨回复了吗 我觉得我们还自己订就好了啦 那个基加酒好像是四天 而且又不是寒暑假去 所以比较什么 这边我就火来了 你阿姨 你妈 你妈本来就是我们自己处理就好啦 很奇怪 那你自己要节外生吃 所以我们就自己订 最后我成功找到一间旅行社基加酒 大概是一万七十天什么很划算 等等之类的 然后呢今天我们在想说 去韩国要带现金还是刷卡比较好 因为刷卡会有现金回馈 再加上很多小吃期限也可以刷卡了 所以带现金安全 可是带卡要经过父母的同意 所以我就说那就先换1.8 然后去韩国换 然后加上我们住的地方 跟换钱的地方很近 他就说了 我跟你说 我阿姨的朋友说 如果我们要换钱 可以跟我们说 他们上次去换到一间很便宜的 然后我阿姨说可以去那边 听到这边我火又来了 他就是一个很听爸妈话的人 他不会骗爸妈要偷出门 也不会 比如说他唱歌 他妈说不行 他就不去等等之类的 他就是不会反抗 别人基本的喝饮料 有的时候他会打算问他爸妈说 这个饮料我可以喝吗 我觉得很夸张 想请问马克玛丽 你们有没有瞒着爸妈做过什么事情 为什么我朋友什么事情都要问爸妈呢 我应该要跟他讲这件事情 其实有点奇怪吗 要讲的话该怎么说呢 他不觉得奇怪就好啊 你不用理他嘛 就是你就请他去看过保护的加穗子 他就觉得加穗子非常可爱 对阿 我基本上做大部分的大决定 都是没有告诉爸妈的 你跟小决定也没有你在说什么 你任何的决定都没有告诉爸妈 yes 就是我都觉得我要这样做 我这样做咯 做完以后告诉我说 欸妈我做了 接下来这个难了 你听好 是要问你的 来自于台中的Crystal 这是我的一个秘密 困扰我很久 我有一个很好的闺蜜V 嗯 Vicky 她的个性比较大辣辣很强势 外表长得比较中性 但内心充满了少女心的那一种 我们从高中都认识了 她一直担任我的爱情跟生活军师 她会用客观的心态来评断我的各种烦恼 如果我有做错也会毫不留情的骂我 对我来说Vicky是家人般的存在 嘿 Vicky从没教过男友 她有她自己的标准 也曾经有男生追她 但是她不要 我呢很期待Vicky教男友 有一次呢她向我分享了T Thomas Thomas是她标准里面最符合的 她很喜欢她 Thomas就邀请Vicky去找她玩 Vicky希望我跟她一起去 顺便鉴定看看 她决定呢要向Thomas坦承 我对她喜欢 你这边我你她还搞得清楚吗 Vicky决定向Thomas坦承她喜欢Thomas 没错 但Vicky那个时候说了一句 我觉得Thomas好像会喜欢你这种女孩 嗯 Thomas是一个健谈幽默的男孩 长得高大阳光 我一直觉得Vicky会成功 但是 Thomas爱上她了 失败了 那时我还气到对Thomas说 你会后悔的 就这样 我跟Thomas从那之后 就没有再联络了 可是 有一次 因为工作 我到了Thomas的家乡 我突然想到他 就密了他 从那之后呢 没想到 我和Thomas天天聊天 几乎 从早聊到晚 一开始我也没有想太多 但久了以后 我就觉得好像有点怪怪的 我不敢确定Thomas是不是喜欢我 我好像有一种背叛Vicky的感觉 我很想要告诉Vicky 可是我也不敢讲 我怕说了以后 Vicky会误会 我知道她很喜欢Thomas 可是Thomas其实也是我喜欢的男生款啊 而且聊天也很开心 Thomas曾经跟我说过 他跟Vicky真的没有什么 但因为我不想要喜欢朋友喜欢的人 所以我就开始不跟Thomas聊天 渐渐的我因为工作忙 就没有跟他聊天了 他就像消失一样 也没有再主动觅我 现在已经半年了 可是这件事我还是没有告诉Vicky 我也知道Vicky一直在等Thomas 所以我想问玛丽 如果你是我 你会因为这是朋友喜欢的人 就放弃吗 可是你们 就是Vicky Vicky失败后已经隔了半年了 对 但在半年当中 确定她还是喜欢Thomas吗 可能是 可是她们有联络吗 可能 就算没有 我会先确认Vicky喜不喜欢Thomas啊 你会先问说Vicky你还喜欢Thomas吗 就是我到那个地方去 然后我记得Thomas是不是在那边工作 我有跟他联络欸 你还有跟他联络吗 所以你可能会讲一下 我会先提我有跟Thomas联络 那因为你从联络的过程当中 你就可以知道他们到底有没有联络 然后顺便可以问Vicky现在对Thomas的心情 但是假设我问了之后发现 他很喜欢他 他很喜欢他的话 我可能没有办法欸 嗯 那如果其实就说 没有啊 就是我已经告白失败了 就是没有 然后他们半年来都没什么联络的话 嗯 那可能过 就再过一阵子 我就会 我就会慢慢的说 欸我跟Thomas见面 然后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 Vicky同时看你眼神就不一样 我只说我跟Thomas见面 我还没说到我跟Thomas有干嘛 呃 那那如果说到就是 你跟Thomas快要在一起的时候 Vicky其实心里面不开心 表面上愉快的心里不开心 那就是 就是因为你已经拖到你们根本就要在一起了 你才让Vicky知道这件事情 他当然会瞬间的很不开心 就是我觉得坦诚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 呃 如果我 我不知道欸 就是 好就以那个状况来说 就是 为什么我会这么 我会这么不开心的原因就是因为 你拖到很后面了才要跟我说 哦 然后你因为你拖到很后面 嗯 那你们中间相处的过程 你都没有让我知道 那如果聊到相关的事情 你势必是不是会对我撒谎 或是隐瞒 所以那个是会累积很多 女孩心思好复杂 反正我觉得因为你说 你们是家人 就是 所以我现在就是带入我跟我非常要好的朋友的情境 嗯 那我如果跟我朋友真的这么 真的是这么要好 跟这么熟悉的话 我就是像我刚刚说的 我会局部的让他 就是慢慢的让他知道 可是头还是我会先确定 他到底有没有跟Thomas还有在联络 嗯 你要先确定了他 他真的是没有在联络 嗯 然后你就会慢慢的试述说 哦 其实我有联络 欸就说 哦 是你们没有联络 但是 欸我有跟他联络 因为我去那个地方 我想到他在那边 然后瞬间就 嗯 然后 他如果这样 我就会说 蛤不能联络吗 你会很在意吗 嗯 就是 只有在一开始 你的心根本还没有走歪的时候 你才可以自然的 问这些跟确认这件事情 然后他就会说 哦 也也也没有啦 我就是觉得 你好像是他喜欢的那一型 然后就可以问一些 什么假设性的问题 不是 我喜欢他那一型 可是 那你现在也喜欢他哦 呃 我 也没有啊 我没有啊 你们是有要在一起吗 欸想太多 怎么那么快 我还没跟他见第一次面而已欸 然后三个月以后 你们在一起 那也是中间 你有跟他见第二次面 第三次面 第四次面 那每一次都要跟Vicky讲 你都可以跟Vicky交代啊 每一次都要讲 嗯 了解 哇 请用厌世不爽的口吻来念 嗯哼 我是安康QJ 在马克信箱 偶尔听到研究生的日常 嗯 让我觉得回到寿班的日子 哼 寿班的两年生活 影响我未来工作态度的重要时期 一开始我的寿班生涯跟一般屁孩一样散满 嗯 学长叫的东西回家也没有做笔记 实验记录也写得里里啦啦 我也不想主动请教学长实验上的问题 直到我的就是学长开始盯我的实验记录 还放狠话说 叫过东西我不会再说第二遍 因为通样的东西你已经忘了很多次了 嗯 我还觉得很生气干啥针对我 我也不过就常常忘记实验号才跟器具放哪而已啊 忘记 不是人之常情吗 完全没有意识到是我的学习态度有问题 所以我想开始做一些改变 就是勤奋做笔记 任何芝麻绿豆的事情都要记下来 遇到实验上的问题马上讨论 这一切都是为了 学长你就不要忘记东西放哪来问我 但因为这个改变 学长对我的教学态度明显改善 也会把一些实验上的小秘诀传授给我 实验室的其他同学也开始跟我讨论实验上的问题 诶 彼此教学相长 我的做班生涯有点充实 嗯 不过我的直属学长 一直到他毕业 也从来没忘记过东西放哪来问我 所以你一直找不到钾他那个初衷 对 这些改变让我了解到 嗯 其实没有人有义务把你交道会 正是取决于你的学习态度 让别人想不想教你 嗯 在我的硕班生涯遇到另外一个困难就是进度报告 当时口才不好又容易紧张 每次报告都被教授骂的狗血领头 所以我就做了一些改变 就是 不断的练习报告 不管是报告给学长 同学或是报告给自己听 嗯 这一切的练习不是为了让自己进步 是因为某一天希望可以指着教授的鼻子说 教授你可以闭上你的嘴巴不要再骂我了 可是教授在我硕士口试时还是小骂了一下 但是让我过关 他说我进步很多 嗯哼 经过硕班两年的洗礼 养成我上班工作会做笔记的习惯 嗯 有问题找前辈讨论 遇到困难 用一些负能量的句子加强自己 其实负能量也可以得到正面的回馈 在这个充满负能量的社会里 希望大家都可以找到正回馈 祝福你们从负能量中得到正回馈 来自于直完大夜班的一天 天啊 好正面的一封信哦 恭喜你 对啊 很棒耶 你知道就是要改变自己的态度 因为太多人都就停在前半段的你 就觉得为什么要针对我啊 就是还好吧 雖然说你的出发点是想要定别人 但结局是好的 对对对 但这一个过程让你了解到说 其实这个世界不会 不是针对着你来的 就当你的心态转变的话 嗯 一定会让自己就是过得更好 跟变得更好的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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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